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很有興趣知道 阿妍仔究竟你如果收到一份很難的編書 你會如何將這個很難的編書 演變為一個可以接受一個很好的劇本 不過在講這一部分 因為這一部分的湯一定要熱喝才好 所以不如我請 邀請你先喝湯 好 也請Ivan 第一個就是很棒 黑松露鮮蠔野菌湯 我這個更棒 我最愛是石鍋活龍蝦龍湯 喝湯我們先談好嗎 這個一定要熱喝的 好 好 阿妍仔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猜很多朋友都有興趣知道 天書是一個很寫命物 但是天書有時候可能變成爛書 比一本天書來 你怎樣可以將這本天書 拍成一個電視劇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說 金筆香港牌時運 但是收穩天書是爛的天書 那你怎樣算 我覺得我沒有收過一本很難的天書 為什麼 其實通常有時候天書下導演手 他會編審和監製 一起想一想一想一個故事大哥 譬如我要講一個時裝的 譬如法政先鋒 我要講一個劇 會殺人的 查案的 找兇手 一定有主旨有很多 還有天書 等於告訴你 這個劇將會吸引 包括我們 即是用來銷售你們的 即是告訴導演 或者導演去找兇手 告訴大家 天書就是要告訴別人 這個劇將會吸引 所以很難 每一出來就是難的 試口難不難 這是下一個問題 但通常天書來說 一定是包裝得很漂亮 在那裡小心點 嘩 真棒 真棒 好像有飛機 有遊艇 劇情也很好 一定會有個 天書永遠都是用來蒙人 他不是哄你 有很多情況下 如果那個劇 當然有時候 你讀的時候會改變 但讀出來的時候 如果可以和天書 不要忘記初衷 拍到八成天書說的話 其實理論上 都是成功的 但天書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天書通常都是 概括來的 而且天書通常是幾頁 他都像一集的劇本 薄一點 因為裡面有個故事大綱 人物介紹 有些什麼角色 和每個角色裡面的性格是怎樣 很多人想知道 你說一集的劇本 多少頁 通常 我沒有帶 失陪了 好像不止 我可以回答你幾萬字 好了 天書即是很完美 盡量告訴你完美 試過有些天書 很完美 但你又拍 只可以拍到 不是會 因為我 很完美的天書 但你只可以拍到 天書的兩三成 你會怎樣處理 一定會有這些情況 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天書你當作第一步 第一步完結之後 其實編劇就會寫一個叫 分場 分場就會變成初稿 初稿就變成拍攝 有些人一起去看 所以變一來講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才你說會不會 天書最後真的會顯化得很難 其實就 盡量一關一關把手的時候 其實當天書顯化到分場 原來分場裡發覺 已經寫出來 有些人不是很吸引 你已經會想去改 和編劇一起研究 和編劇一起研究 和監製研究 然後慢慢改 改了一些東西 去無存症 就會變成初稿 初稿就會開始有些對白 你會看看吸不吸引 好不好聽 如果真的有些對白 或者有些對白 經常聽來聽來都是這樣 不如咳下去吧 觀眾聽到也不可以 先講一下對白 你講一下對白 你有沒有留意到 近期TVB 很流行 和家庭會有一句說話 就是齊齊整整 這句我以前第一套入行的劇集 叫做《萬美長情》 是呀 《萬知梁先生》最後一套 他都有句對白 一家人都會齊齊整整平平 我現在都記得 就是變成我覺得 到最近我記得 都是很近的一段時間 都是用這句說話 會不會很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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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下去你們導演 又是同樣的說話 去形容一個家庭的齊整性 可不可以用另一些方法 這個是一個好的打擊方法 但相反的就是 如果我覺得我拍出來的劇力 或者那個劇頭推進 已經帶出了那個場合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可以不用說 會有那個訊息 可能我會拿主意不說那句 除非你那句原來是必須要說的 不說要收到一個文章的 那我可能會有考慮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鏡頭加代了 用鏡頭說故事 如果觀眾已經感覺到那些訊息 還有後期有配樂 有什麼事 原來那種感覺 因為我可以增加那些氣氛 那就不需要一下 我們要請平平安安 因為說 跟我給你看 我覺得觀眾會傾向想看 當然有些很忙的觀眾 經常聽電視劇 我說我招呼不到他們 我是招呼一集看的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你有沒有看過日本那些超人片 沒有超人片 很喜歡 那些類似那些 永遠打完怪獸 都會說一句說話 地球靠你們 如果可以用感覺 用鏡頭 或者用身體語言 可以交代到的 那我就有時對白 我會略減少少少 好了 又問回你天書的問題 我對天書很有興趣 你第一套執導的 陀昌絲者4 陀昌絲者4 陀昌絲者4回護 那時候給你那本天書 還有拍出來 你覺得雙生幾成 你做到天書幾成 我覺得陀昌絲者4 也有接近八成 拍到八成 拍到八成 有的 因為他不太大改 因為陀昌絲者4 為什麼好做呢 他第四輯 他一二三 已經有三個設定 雖然換了女主角 第一二輯是關寧河 小姐做女主角 第三輯換了小婚 再小婚 現在來說 變成有一個延續性下來的時候 其實觀眾已經知道說什麼 所以變成延續下來 只要加一些生命數 譬如他第四輯 加了陀昌絲 現在來說 氣軌依然是 和Bobby 和Owen鎖住 現在來說 其實是幾容易 呼應到天書的延續 因為不是一個新故事 新故事大家要抓 要猜到廿集說什麼 但如果延續性的話 是OK的 還有陀昌絲者 幾輯都有廣場拍 就算換了 阿明鎬和蔡世芬 都有延續性 講到延續性 我要延續分享一下的話題 原來讀錯了你的書 你的書是導演爆了手記 我經常用手記的手冊叫你 謝謝 真的對不起 謝謝 另外再問你一個問題 這些問題我很想知道 最難的天書 和出來的效果 是Battle 很漂亮的天書 不夠對不起 這樣出來 咦 差一點 我不是說因為很敏感 我不告訴你 哪一部劇 我覺得是最難的 天書演出來 而是一個就是 劇名不重要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人的責任感 我不是說官腔的 而是說 如果你收到天書 你覺得 一開始我也說過天書 一定吸引的 要不然怎麼用 給你心機拍 然後慢慢變出來 噴場啊 初稿啊 有些差一點 我已經盡力去改了 但是問題 改到confirm稿 我覺得如果每一個部門 或者大家是有心做的時候 或者演員的時候 會執取一些對白的時候 不影響一個戲來推進的劇情 或者令他自己說得舒服一點 如果大家是有心做一個劇情 其實是會提升或者彌補某些東西 所以我理論上 就算我真的不幸 收到一本很爛的天書 怎麼擺出來的劇本呢 我會隨便去改到 見得人或者是較為好 我才會 這就是你的挑戰性了 是有挑戰性 因為有件事 如果你太過流水再厭 你的產量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有高低的 那你不可以要求跟公司說 最好的劇本你才給我拍 差一點的劇本我就不拍 你不能這樣說 你唯有就是說 好的你拍得更加好 不好的你儘量改到 給觀眾覺得看 都不是那麼差 這個是真是導演的天跡和責任 就是我自己的認知 做不做到這件事 就是我都學習了 你拍開電視劇 會不會考慮拍電影 電影有研究 一向都喜歡的 就是有研究看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說 希望有這個機會 因為現在是在黑頭 某些 但是始終未成事 就不會說 但是有得談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因為會有老闆 你出來 喂 原導演出來 談一下合作一下 看電影 我就會問他 例如計算是電視劇 計算是電影 計算是電影 計算是多少 但導演不用計算計算的 監製才計算的 我已經 譬如之前在HKTV 已經要學習 要擔當這件事 整套的計算給你之後 怎樣去不超級 做到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一個資源針對 就是學到一個資源針對 我單單舉個例子 例如拍一套二十集 二十集的連續劇 假設給你五百萬 如果你用三百萬拍到 省回二百萬 你會下不了袋 你會不會都是按著五百萬 不要超過五百萬 投用你十個百分比 你就覺得已經浪費了嗎 沒甚麼可能 製作人會用五百萬 最後三百萬完成 這樣顯示了一件事 當然了 這個世界有例外 顯示你可能是 當然你可能禮精途治 真的節省了預算 有沒有好一點 或者拍得很快 但是一件事就是 到最後 如果外老闆 你問我拿五百萬 你用了三百萬 而我願意給你五百萬 為甚麼你不拿二百萬 你給我拍好一點 那五百萬 你不知不知道我沒想過收回 我會反而 二百萬不如你多拍兩組 把女主角拍好一點 把小朋友拍可愛一點 你可以用這個預算 這樣你交太多的回款 給老闆 未必獲得賺獎 反而你剛才說的 你反而五百萬 你用四百九十九萬 你還一萬給他 說老闆用盡了 但又剩下一萬 我覺得夠了 那就很開心了 大家開心 我覺得你還給一萬 可能老闆用來吃了 我都準備好了 一百萬 但一萬都不夠吃了 那麽多東西 我又舉個例子 我覺得就是 如果老闆 可能他揮個預算給我 我會盡量真的用來做 但是盡量不超支 當然有時超支少少 拍戲一定是 你說Excelium 2G 一定是 沒可能 沒可能 如果今天出現 我們在訪問下雨 今天cancel 沒了一組就是沒了一組 但大家拍慣 沒了一組 會沒了多少預算 大家心目中 有些車 借了一些工資 人工 演員以我所知 都照給他 演員 因為他不用續日劇 譬如你拍劇 一早做 不,拍劇不說 電影一早做 但如果拍劇 你簽了一個period 你要跟我完成這天的劇 我用你三個月 那三個月他不會跟你計 我這三個月 九十天我開了八十天 我知道會的 我之前開的劇 可能我少會遇到這些問題 OK 好了 現在在網上 很多youtuber 很喜歡拍微電影 也很喜歡拍短片 他們不其然 會真的有一個問題 出現了 他們想到的事情 但不知道怎麼做導演 其實你覺得做導演 想辦法 應該有什麼環境 或者擁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有資格組導演 先不要說好 不要導演 OK 你說是想辦法 還是 想辦法 你會在哪裡想辦法 想辦法 還是做導演 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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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生活體驗不要緊 我覺得現在電腦這麼方便 無理網 閉門做的事情可以 但是閉門做的事情可以 你只可以在網上看這個世界 你隔了一場 我喜歡在現實中探 當然有時候你認識不完所有的事情 那你有些事情要去學 例如我拍古裝 有些事情 像我們現代人 看多些劇 參考人家 原來的古裝 用什麼器具 用什麼食具 你會去看 然後跟美智一起研究 但問題是 如果想辦法 心目的體驗就是 我試過好笑就是 站在街上 有警察過來問我 他不是查過身分證 他只是便衣 過來問 先生你站在那裡 半個小時 其實你做什麼 然後他說 其實我是警察 我不是懷疑你 我只是想問問你 他有沒有被拍攝看 有被拍攝看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是導演 我想在街上看 這半個小時 有什麼變化 我看到剛才有對情侶吵架 有個媽媽 在看一巴掌 經常買東西 我覺得這些很真實 其實我是吸收了那種靈感 然後 老師真的相信我 給他那張卡片 跟他做朋友 那時候 我說我真的在街上 想看一條街 半個小時 有什麼變化 拍戲就是有個生活感 我拿個生活感 落地的一些題材 我拿個地氣 就是那種感覺 是 如果不是說 你拍 媽媽罵仔的戲 你可以很戲劇拍出來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街上看他 街邊媽媽 怎樣罵他 你感受到 你的語氣的細緻 拍的時候 如果演員做不到真實 我可以把那些經驗 那時候我見到媽媽 一打他兒子就站不穩 但打到兒子站不穩 他會扶一扶 怕他跌的 那這些事情 你可以跟演員聊的時候 大家會碰到一些風花意義 那你覺得你的靈感 都不僅僅在洗手間 我會看很多書 但是 或者我喜歡看漫畫 看很多漫畫 因為漫畫也有分鏡 那些都幫了我 但是問題 我喜歡生活體驗 但是漫畫那些很超人現實的 因為漫畫用手畫 這樣他可以把他想的東西 就現實出來 拍不可以 你要拍一個 不要介意說一句 最近是在講張寶仔 你不要說 如果你要在一個螢幕電影 或者電視劇裡 拍到你幻想的情影出來 可能 像你所說的 一幕都要用幾百萬 就像外國片那樣 但有東西 預算有限 財務無限 但是你變成 你起碼航空想的東西 你不是不可以很現實化嗎 我可以這樣回答你 如果天馬行空 腦裏面想的 你都不給自己的空間 自己去多些 你在現實中 不斷打低的時候 你只會更加低 更加沮喪 更加沮喪 所以你想高一點的時候 再符合現實 你配合 譬如老闆給你這麼多錢 但如果人家用五百萬 可以拍到這樣的東西 但因為你天馬行空了 你想一下你的經驗 技術 如何節省到一些 可能你五百萬會拍到 多人一點點天馬行空的東西 這樣已經是賺到這些東西 就是倡以無限 你在街上 會不會就是 看這些生活 感受這些生活 體驗的時候 順便結納到 有些人是適合做男主角 有些人是適合做女主角 你recruit他 或者不一定是這些主角 不一定是美女 這個好樂技 我就recruit他 你會不會做這樣 我又少一點 因為本身我都認識多個演員 反過來 譬如我真的見到一個 在街邊我媽媽打的兒子 一巴掌 我媽媽的神情流行 如果我遇到一些我認識的 做習慣媽媽的演員 我就會跟他分享這件事 但我就不會默認 你可不可以來做演員 不需要 因為我認識很多演員 太多資源 還有一件事 有時候有些戲 可能你找一個很窩 的人去做 可能有另一種感覺 但有些演員 你反而跟他溝通一下 所以有時候 記者朋友 或者看見那個突破演出 其實就是因為他做慣 那套觀眾看過 但突然間可能導演 談完之後 他另一套演員分話 有人會想 突破很新 其實可能有些東西 撞我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 我傾向跟演員溝通 但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我真的會加密識新人 除非他真的吸引到我 我就會走過去 你有沒有興趣去試一下 但暫時 我好像沒有可以經過 最後講溝通 你究竟跟TVB的幕後同事 溝通得舒服些 還是跟HKTV的幕後同事 這個問題 我們先乾杯 第三節 你慢慢跟我談 欠你一個問題 還未答第三節 剛才你說怎樣做導演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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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